呼吁大众保护长城 易阳迁徙以守卫长城守护者的身份 加入了这项公益活动 还被授予了好汉证书 同时呢 他也获得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长城保护专项基金形象大使 帅气的黑色正装 17岁的小伙儿易阳迁徙 现身保护长城公益活动现场 还被授予好汉证书 正所谓不到长城非好汉 易阳迁徙同学就这样成了 官方认证的男子汉了 长城在古代式军事防御工程 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对于中国人来说 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凝结 保护长城既是保护古代先辈的付出 更是为了将瑰宝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因为小时候来长城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些墙壁上的乱不乱话 然后就是会大家从最基本的就是保护环境 因为长城也是就是说起来也是所有人都很熟悉的东西 然后所以作为那个能保护长城也是自己一份骄傲 除了长城环境保护 杨迁徙还被授予长城保护专项基金的形象大使 呼吁全社会关注和支持长城的维护修缮工作 而且刚才听专家也说了 就是长城从建好开始 不像这种大专大瓦 然后就是比较老一点的长城 其实是占很多部分的 呼吁大众保护长城 关注纯恶劣儿童 参与国际组织控阴活动 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音乐童年公益项目 担任爱心大使等等 别看易烊迁徙只有17岁 在公益这条路上 她起步可不比别人晚 然后就希望能发起更多的人 然后也是能身体力行地去参加一些 更多的公益活动 当然易烊迁徙只是一个缩影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像他一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帮助着需要帮助的人 一直有关注我的粉丝 就是他们自己去做公益 就是没有我的呼吁 然后他们也会去帮助一些老人 然后还有什么免费午餐的活动 我都有就是关注到 娱乐新年地北京采访到 导演管虎的新作 谢谢大家